当年初三艺人祝梵刚呢 在今天凌晨却因为吸毒遭到警方逮捕 稍晚呢 祝梵刚是刚刚移送北检的征讯 而在刚刚结束征讯是以三万元交保 祝梵刚他否认吸毒 也否认持毒 他说这个毒品是屋主的 到底怎么说 我们来看稍早访问 昨天晚上经过啊 我就只是去朋友家过年聚餐 然后 昨晚当下就有警察来领检 然后在朋友家中收到了 违禁品大麻 然后我们也跟警方做了咽尿 然后这个笔录 然后我在这边澄清我自己 完全没有持有违禁品大麻 跟稀释 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 您是在您心上有收到吗 没有是在家里的 然后还补充一点就是 屋主 他有承认 那个东西是他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自己再郑重声明一次 我并没有持有 跟稀释 谢谢 好 我们看